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门头一天就把自个儿男人放到土匪窝子里去了 第五天 就把自个儿老公公给放死了 这往后还不知道要放谁呢 他来的时候还带了两把陶木剑呢 可不是 头上一把 腰里边一把 说是要避前面那两个媳妇的鞋 我看他 他不用避 前面那俩媳妇谁见着他谁跑 谁都不敢惹他 姑 就算他再厉害 不是还有一山哥呢吗 我看一山哥平时对您不错 一山是个软柿子 用不了几天就得让他给捏别喽 那 那怎么办呢 你说今后这日子可怎么办呢 老徒子 你怎么就撒手不管了呀 抬起来看一下啊 嗯 疼吗 把这药拿回去 煎着喝 一日三次 谢谢顾先生 慢走 慢走 那我走了 郭先生 你好啊 马先生 郭先生 来来来 快请坐 快请坐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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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位也请坐 别客气啊 好好好 来 坐坐坐 怎么样啊 马先生 你好 郭先生 好好好 哎呀 我还没有谢您呢 喝谢之游 如果没有先生 马力气早就没有了 我应该谢谢您 您别这么说呀 马先生 您喝茶 哦 谢谢 马先生 谢谢 谢谢 来 您的腿感觉怎么样啊 爹 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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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 走 新妈带你买糖去 好不好 我不去 你坏 你坏死了 你坏 你拿剑杀我娘 我才不跟你去玩呢 瞧瞧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爹坏 爹坏 爹等计妈不等小家 爹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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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小家 谁来 爹坏 不等小家 爹坏 别了 爹坏 你看 谁来了 爹坏 来来来来 奶奶 奶奶 爹坏 爹坏 爹等计妈不等小家 不哭了啊 不哭了啊 奶奶在这儿啊 爹坏 我们走了 不好意思 马先生 您先坐啊 好 不好意思 这孩子从小就被宠坏了 谢谢姐夫了 二弟 甭谢甭谢 你这病关系不大 吃了我的药 我保你不出百日中 你先坐 喝点茶 我给你抓药去啊 我去看看啊 他爹啊 虽说他跟我是书吧 兄弟 可也亲着呢 咱能不能不要钱了 不要钱 您和西北方啊 亲戚归亲戚 少要点不就完了 咱本钱得回来 那个人参给我抓几钱来 那哪是人参啊 那不是红萝卜干吗 去 你怎么这么多话 快快快 好了好了 就这些 二弟 二弟 这是你的药 谢谢姐夫了 客气啥呀 咱们都是亲戚 二弟啊 原本说 我就不要钱了 可你姐说 这小本生意咱又是亲戚 那就五个钱吧 这要是外人来瞧这病 那可得十个钱哪 行 茶凉了 那这还是得换热的 快去快去 坐坐坐 好 坐 回去啊 就照我说的啊 每日三次 啥锅 好 郭先生 我这次来就不走了 我要在这儿住院 马先生 您不用住院了 俗话说 伤筋动骨一百天 您只需静养两三个月 就可以传教做事了 这个我相信 完全相信 我佩服郭先生 佩服中国医学 我想做你的徒弟 学习你真骨 这骨的医术 马先生 这是不可能的 你不信郭 怎么能传授呢 是啊 这个我明白 你们中国 传男的 不传女的 传同性 不传异性 我也可以信郭吗 我的祖上 都可以 我也可以信郭 马先生 您这一说 我就纳闷了 您的祖爷爷 叫马太利奇 那您咋也叫马利奇呢 您是中国通 您知道 这在中国 是不允许的 是啊 这我乱了辈子吗 不 这是对我的祖上 马太利奇先生的一种纪念 在你们中国 既不能和父母同名 也不能喊父母的名字 我们意大利不是这样 马太利奇就是马太利奇 谁都可以喊 郭先生 土匪是没有道理的 你想过没有 如果有大辫子不把你放回来 或者说你不幸遇难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你们国家的真骨艺术 还能不能穿下去 所以我要学 当年的学生 徒弟 我要把国师真骨 穿到意大利 穿到欧洲 我刚刚向老臣 学了一句 中国匠人的夯话 叫 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所以 我明白 你为什么不要叫我 为什么 那么多中国的 能工巧匠 都断了血脉 不要紧 我不在中国心意 我要回到我的意大利 我不和先生争事长 马先生 我们说点别的行吗 好 好 我们说点别的 你是医生 付出了自己的知识和劳动 你应当得到报酬 那你为什么不要抽劳呢 只收到一些锅品 甚至青菜萝卜 好 马先生 这是我们国家祖传的规矩 让每一个生病的人 都能看上病 吃上药 这就是国家二百年来的家传 不求回报 据我了解 你们国家还开了一个杂货铺子 把每天收到的礼拿去卖钱 这不就是边乡收钱吗 马先生 这礼和钱是两件事情 礼嘛 是乡林们相见时的人情 有钱人家礼重些 没钱人家礼就清些 当然了 如果贫穷的拿不起礼的 他可以啥都不带 话说回来了 啥东西都可以当礼 拿不拿礼 拿多少礼 这都是病人的一番心意 是病人根据家里的经济条件 自己决定的 但是钱就不同了 如果国家坚持收钱 那就会使不少贫苦的人家 永远都看不起病 因为他们没钱呢 但他们有白萝卜 对 对 至于卖呢 那么多的礼 国家一下子也用不完 不卖就坏掉了 不瞒您说 国家行医二百余年 到现在还开得了门 就是因为有那么多人 给先生送礼 礼 嗯 有钱 埋得起礼 可以看病 没钱 埋不起礼 也可以看病 让所有生病的人 都能看上病 吃上药 对 这就是国家行医的原则 换句话说 就是不会让一个生病的人 因为没钱 而耽误了看病 唐朝有一个医生 叫孙思淼 他说过一句话 凡大医治病 当无欲无求 大慈侧隐 不得问贵贫妇 老少丑俊 也不论怨亲至余 华人疑人皆同等看待 世如亲人 哦 好好 大医院先生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 虽然不富不贵 还那么受老百姓尊敬的原因 要是有的人家很有钱 他愿意拿出钱来给你 那你收不收 马先生 我给您举个例子 早年家父 帮河南知府文替的儿子 看好了病 知府文替 送来了一桌子的元宝 家父不收 知府文替一提出来 让家父做官 家父也不做 慈禧太后听说了 连说两个好字 这个好好贬就是慈禧太后的玉饼 那儿 郭先生 你坚决不收病人的钱 会不会让病人心里内疚 哎 内疚个啥 像文替知府 当年就送来了很多名贵的药材 人参 牛黄 羚羊角 血节 都是论金送的 不瞒您说 您现在贴的膏药里 就有当年知府送的药呢 知收礼 对 不收钱 祖上的规矩 有意思 有意思 半夜了 别光说话了啊 吃碗面条吧 好好好 来先坐下 好 来 慢点 谢谢 马先生 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您尝尝 谢谢 如果这面在意大利 意大利的面没有生意 好嘞 你们吃啊 黄奶奶 你脖子里咋没皱纹呢 黄奶奶可不喜欢皱纹 我喜欢皱纹 爷爷也喜欢皱纹 你为啥不喜欢皱纹呢 那你喜欢啥 我喜欢乔乔呗 黄奶奶我也喜欢你 乔乔啊 你还喜欢谁啊 你还喜欢谁啊 我喜欢爹 除了爹 你还喜欢谁啊 没有了 真的 反正我不喜欢心吗 小脚真是个乖孩子 好吃吗 嗯 嗯 回去以后呢 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啊 要是有什么不收拾的状况 赶紧过来看 好 花娘来了 我要下来 我要下来 来 这是我给你开的药方子 你回去 爹杯 瞧瞧 爹在看病呢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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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 听话别闹 爹在看病呢 别闹啊 爹在看病呢 你讨厌 这个药呢 你出去玩吧 你讨厌 好好好 小小咱们走 你讨厌 听奶奶的 我们不惹人生气 来 奶奶背你 你讨厌 走吧 你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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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钱 了 你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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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华娘的眼睛里咋就没有我呢 我觉得 她对我有敌意 不会吧 我才没感觉 你有没有觉得 乔乔也对我有敌意 我觉得是她教的 乔乔和你不熟 她爷爷又浇灌她 灌出毛病了 我听说 华娘她爹好赌 赌输了 输给咱家的 那是哪年的事了 你别多想啊 我想知道 起来 起来 你跟我说说行不行啊 她爸 华娘 她娘很早就死了 她爹呢 又不干正经事 老赌钱 有一年 好像是在华娘十四岁那年 她爹赌输了大钱 就把她给抵上了 华娘不愿意跟人家走 抱住了一棵老槐树 死活就不丢手 刚好咱爹看病 从哪儿路过 两家都认识吗 一问是这事 咱爹就问 多少钱 赢钱的是马家 说是一百串钱 咱爹就说了 这小妞儿怪可怜的 又没了娘 这也算是缘分 这一百串钱 我替孩子出了吧 华娘一听啊 倒地就给爹跪头 接着就跟着爹 来咱家干活了 收房了 哎呀 啥呀 那时候他才十四岁啊 咱娘还活着呢 娘老是有病 咱国家不是人丁不旺吗 缺人手干活 就把他给留下了 两年以后才收到房 那 他们一直就没生养 生了 生了一个男孩 到后来竹田花死了 到后来竹田花死了 咱们什么时候 把乔乔接过来住吧 还是让花娘带她吧 乔乔从小就跟着她 我是她娘 我应该管她的 哎呀 你不知道 生乔乔的时候 难产 折腾了三天 她一落地 她娘就走了 乔乔是花娘 一口一口 绞模为大的 再等等吧 等时候长了 熟了再待 对了 老岳父 不是明天要来接你吗 那一百块大洋 还是还给他老人家吧 做生意的 一会儿也离不开钱 也行 我爹 手头正缺钱呢 咱把书家的二十块大洋 还有一方家的五块 一块儿还了吧 成 都还上 睡吧 一会儿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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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谁呀 姑 是我 我有事想跟您说 进来吧 那我走了啊 好 爹 路上小心啊 好 乔乔 跟老爷玩去吧 好 乔乔跟新妈还不熟呢 吓唤吧 好 也好 爹 咱走吧 我不上你家 你家会 老爷家不坏 老爷家有糖 回去吧 回去吧 就坏 就坏 瞧瞧 走了 来 瞧瞧 下次不许跟新妈这么说话 听见了没有 先把这个炒了 好 这个是不是得削皮啊 这要把皮削了才能做 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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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 哎呀 哎呀 来坐这儿 来坐这儿 来 坐这儿 一川 大哥 一川 怎么不收麦子去 楚河日当午 俺爹说了 等收完麦子 给你娶个媳妇 大哥 我来按腿 按腿 好 按吧 好 我先给你开点药 我先吃吃看 过几天再过来 怎么了 好好 一会儿给你看 先在外面等着 来 慢点 好 弯腰试试 哎 爹 好多了 谢谢先生 谢谢先生 骨头没事就是脱臼了 我已经给你复位了 哎 真神了 一川 把这高药切上 会好得快一点 好了 来 谢谢郭先生 走一走 谢谢郭先生 爹 腿也好多了 谢谢郭先生 一会儿要小心一点 来 慢走 你留步 下一个 干我了 你是咋了 郭先生 我这下巴掉了 下巴掉了 你还能说话 挺好的 是啊 不是啊 我刚才不会说话呢 哎 是不是你刚才碰了我一下 给我端上去了 哎呦 哎呦 这可真是神仙一把抓啊 哎呦 郭先生 谢谢您 谢谢您 下回大笑的时候可要小心的 哎 是是是是 我这个就是笑掉的 不敢再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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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慢走啊 哎 谢谢郭先生 谢谢郭先生 笑下了 哎 哈哈哈哈 开饭喽 哎 小乔 来 自己吃 我要爹喂 哎 好好好 小乔的 对 来 嗯 小乔 好好吃啊 嗯 我要吃菜 嗯 好 哎呀 转头啊 今天去把你嫂子接回来吧 嗯 这个 嗯 你顾这一病啊 家里都转不开身了 哎 慢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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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了吗 好多了好多了 多多连多连就好了 哎 谢谢啊 哎 哎 咱仙 我最想跑 还mia 真厉害 您这是心急上火 内热太盛 您看 嘴上都蓄泡了 还得再吃两副药 我已经让砖头去接她嫂子回来了 要不然再等两天 我也跟您一样了 来 我来给您看看卖 请许烦躁 心神不宁 华娘 您心里是不是有啥不愉快的事啊 我爹刚去世 家里乱得很 是不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惹您生气了呢 衣衫啊 既然你说到这儿 那我就想问问 你爹在的时候 家里边这些杂事 吃喝穿用都是我铺排 可是你爹一走 为啥这些事 全都不让我知道了呢 就说这泥房子 搭铺棚 买八仙桌子 太湿椅子这些事 我不是说我好计较 你总得跟我商量商量吧 爹刚走 我怕您心里难过 我就自己当家了 也没顾让跟你说一声 还有 你说咱们家现在这么困难 怎么能说给媳妇家一百块钢羊 就给他一百块钢羊了呢 他爹做生意需要钱 咱家就不需要钱吗 你爹念念不忘的那个白玉药王还没赎回来呢 依珊啊 咱们是一家人 我来郭家已经二十四年了 忠心郭家没二一 其实早就姓了郭了 依珊啊 你媳妇是个材料 可是也不能处处都让他当家呀 我总觉得他初来乍到的 万一要是有个 花娘 爹没跟您说 那一百块大羊 是云家在咱家遭急难的时候送来的 那是咱家的钱呢 再加上二叔家那二十块 一方家五块 一起都还了 账这么大 我最怕他账 是我主动提出来要还钱的 花娘 爹走前您管啥 以后您还管啥 行不行 我也不是说非要管事 其实我已经伺候你们郭家三份人了 也该歇歇了 我就是担心 爹 爹 我想吃花生蜜 来 来 奶奶给钱 花娘 我这儿有钱 那我带她去买花生蜜了 去吧 走 好 先生 大妮儿 回来了 来 给我 来 瞧瞧 瞧瞧 你看这是什么 兔子 喜不喜欢呀 喜欢 给你吧 好 来来来 我来 走 咱们进屋去 走 大妮儿 肚上累了吧 还行 小兔子给你吃糖 这是梨高糖 吃了不咳嗽 你知道不知道 乔乔 乔乔 兔子吃了吗 他不吃 兔子最爱干净了 乔乔也喜欢干净 对不对 来 过来 乔乔把脸擦擦 擦擦呢 兔子就会吃的 好嘞 喜妈带回来的这只兔子 你喜不喜欢 喜欢 那就给你了 我教他唱歌可以吗 可以呀 我把他带出去 到街上玩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这只兔子是你的了 喜妈 我洗干净脸了 他怎么还不吃梨高糖啊 兔子不喜欢吃糖 他喜欢吃青菜 吃萝卜 吃草 乔乔 好好地养兔子 把兔子养得壮壮的 等长大了之后 他给你生一窝 小兔宝宝好不好啊 好 喜妈 喜妈 花奶奶说 你可厉害了 有两把宝剑 一把杀我娘 一把杀我另一个娘 是吗 乔乔 没有 没有 喜妈没有剑 你看 这个剑 是木头做的 杀不死人的 你娘 和你另一个娘 是生病死的 那个时候 喜妈还没有来呢 对不对呀 知道吗 乔乔乖 乔乔最聪明了 听明白我的话了吗 听明白了 我啥都明白 您说花奶奶坏吗 新妈 花奶奶呀 不坏 那她为啥说你坏呢 她还说 新妈放爹 新妈 放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像一把宝剑会杀人呐 乔乔 你又来了 芳啊 芳就是说 我长得像你爹呗 就像人家说 乔乔长得像爹一样 你看啊 人家说 乔乔 访爹 对不对 那 我是我爹的女儿 你也是爹的女儿了 当然 悄悄是爹的女儿 你也是爹的女儿 我有两个闺女 你看心里呢 在宴 我 这个字我认识 这个我也认识 来这个呢 我猜也猜得出来 我猜也猜得出来 这是我的名字 云大逆 我再写几个 云大逆 先生 你不要再写了 我 斗大的字 我又不认识几个 这是先生的名字啊 我当然认识了 我要是连这个都不认识 那我还配做郭家的媳妇啊 你可以吗 可以啥呀 斗大的字 不识一不带 你已经识了两不带了 我爹说 郭家是书香门帝 说他们家的鸡 都认识 两筐字 他就教了我认识两不带子 那我今天再教你两不带 你愿意学吗 当然愿意了 哪有老师愿意教 学生不愿意学的道理呀 好 看着啊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笔画好多呀 我不认识 生地 大黄 这是要名吧 你真聪明啊 你教我好不好 好好好 这字其实并不难 你看着笔画多 其实你想想啊 这个 上面是一个这个 下面是一个这个 来 写写 我会认写不好 一定要写 当归 生地 大黄 不错不错 一个都没错 来 今天我再教你几个字 好啊 脸 翘 脸翘 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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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 烧 赤烧 你再多写几个嘛 我也好多认几个啊 白纸 几个 一天 肝草 肝草 枪火 毒 毒 火 火 年翘 白纸 赤勺 甘草 枪火 毒火 还挺顺口 大妮儿 你记住了这几位药 就是记住了咱郭家祖传的 第一个秘方 借骨丹了 你把秘方告诉我了 不是传男不传女的吗 这传男不传女说的是 传儿子 不传闺女 因为闺女一出嫁 就把秘方带走了 你是郭家的媳妇 不是郭家的闺女 那祖上可以传媳妇啊 祖上没干的事 咱们就不能做了 只要是对国家事业有利的事 我们都可以做 走 你不但要认字还要认药 来 怎么四把锁呀 来 大妮儿 看 从咱太爷到咱爹 国家的每一代掌门人 都在门上加了一道锁 来 慢一点 来 这就是咱家的药房 这是什么呀 这是药柜 你看 上面写的都是药名 这还可以转呢 可以呀 你转转看 嗯 当归 对了 再认认看 还认得几个 我不认识了 那儿还有呢 走 到那儿去看看 哦 那边 哦 小心 读活 又对了 你看那边 还有那边 都是药柜 哦 上面全都是药名 哎呀 好大呀 枪火 哎呀 对了 我要给你再取个名字 好啊 老师 是要给学生 取个官名的 对 是要给你取个官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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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